阿弥陀佛 主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又到了星期一 那么我们读诵感令篇 要得到受用 就是必须在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皆悟 要去提起经文里面的经据 来观察自己 起心动念 眼里造作 这样才能得到受用 所以我们敬佬和善 常常在讲习当中 劝勉大家 这个经不是读的 不是讲的 那么读跟讲是一个全方便 最重要要怎么去把它做到 就是要去落实 那么我们如果能落实一句 可以说终生都受用不尽 就如同写如老人在论理讲迹讲的 你懂得一章 那你一生去这样受辞 就受用不尽了 所以关键不在我们懂得很多 讲得很多 念得很多 如果我们讲很多 念很多 一句也做不到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个读诵是为了受辞 那么自己有受辞 才会有心得 有心得才能为人远说 跟大家分享 如果自己没有心得 我们也没有东西跟人家分享 所以重点 我们只不能停留在读诵 那么每一记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周边的人事物 那推出去 推广 那么就是这个世界 那根据这个经文的教导 那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善的我们要效法 要随喜 要赞叹 不善的 那我们要避免 我们自己有没有跟他犯同样的错误 那这样善人恶人 对我们都是有帮助 所以关键还是从修自己 自己做起 这个经文里面两句 愚敏人之凶 乐人之善 那么敏就是怜敏 凶是凶灾 比如说现在这个大陆啊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 那当然这个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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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灾啦 那么我们看到啊 听到 见到 我们绝对不可以幸灾乐祸 应该要有怜悯心 要有同情心 要自己帮助 所以昨天我看了网路新闻 也报导 这个 灾难见真情 就是 患难见真情 这个 现在呢 大陆这种灾难 这个 实在非常严重 这个也是 比过去03年呢 严重好几倍啊 那么 欧美啊 有些国家呢 他就在看笑话 而且还讽刺 我看那个网路新闻报导啊 那个丹麦啊 还把那个大陆那个国旗啊 画了五个病毒啊 这样在讽刺 然后啊 这个见到中国人啊 就歧视 那这个 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啊 就知道 就知道他们没有接受圣贤的教育 那别人有灾难 那你帮助都来不及啦 那你还有心情啊 去讽刺他 还是给他丑化 这个就是没有闽人之凶啊 他 对人家 国家地区发生这个灾难 他没有灵敏心 反而啊 在讽刺 在讽刑 在讽刑 在排斥 那这个就 造恶业了 造恶业 所以这个网络这个报导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时候啊 也看到有人来帮忙的 第一个 日本啊 本来跟 中国都是世仇的 那这个时候啊 他也 花费爱心啊 送口罩 送防护衣 还写了这个 这个 见真和尚到日本的 这个 这个 三川玉玉 枫叶同天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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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啊 啊 就是 我们住的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 同在一个天空下面 啊 这个 给中国 武汉打气加油 啊 那韩国也送了 500万的 这个 口罩 这些金钱的援助 柬埔寨 还有这个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那也是 虽然国家不大 但是他也是 全力的这样来资源 虽然资源 小国家资源有限 但是他这份心 也是让人赞叹 另外有非洲一个小国家 兼一百块欧元 那本来列出来了 一百块欧元 那个国家很小很穷 那这个一百块 在我们看起来好像零钱 但是 他也充分表达他的一个 善意 所以这个 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 这个 报导 也觉得 有闽人之凶的 那还有呢 这个在幸灾乐祸的 这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在欧美我们可以说 他们真的那些伦理道德 甚至因果教育都完全没有了 那么乐人之善 那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善景 纵然他兼一百块欧元 我们也要随喜 我们随喜他的功德 所以这个圣贤教的 我们要学习 要在这个周边事务上 那么一个团体 我们从一个大的国家 一个团体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在团体 大家有缘来到自己 不管你做哪个工作 我们这个团体有困难 有危难 大家要发心 共渡难关 这个就犯难见真情 比如说缺人 那么大家尽量帮忙 自己多一点时间来 分探工作 这个就是患难见真情 那有的人 他是看到这个 不行 他要跑了 他要走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没有心 只有自己 没有旁边的人 也没有这个团体的存在 只有想到个人 那这个 我们就不赞叹这个 也不学习这个 那么乐人之善 我们人总是要多 替别人想 不要只有想到自己 替我们整个团体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乃至整个世界 坐下 那么这个看到 有凶灾 我们决定不能 幸灾乐佛 那个地方有凶灾 虽然不是发生 在我们这个地方 但是会不会有影响 肯定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人还是要有智慧 来辨别 这个是非善恶 所以这个邪恶 我们就要用在生活上 这一句教我们什么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样才有用 不然讲经讲得天花乱坠 讲得头头是道 一句也做不到 一句也不肯做 那有什么用 那个就是古人讲的 收拾赎保 在银行天天算钱 但算的都不是自己的 自己都不能用的 因此我们学习 总之学个一句两句 你能用上 那真的就像 雪如老人讲的 终生受用不尽 如果学了很多 一句也不去做 那一点受用也得不到 好 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韩国正主持人 items 金 咖啡 wh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